今天三季度对于贾玉婷来说非常的重要 这是决定贾玉婷命命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季度 对于贾玉婷而言 FF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创业 如果这一次还没有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那么贴在他身上的片子标签 可能这辈子都去不掉了 目前市场对于FF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7月的暴涨和暴跌就是市场博弈的最直接的表现 FF91是否能够在三季度量产就成为了贾玉婷唯一的答案 据统计显示 自6月底开始 FF的股价就开始异动 短短12个交易日 其股价涨幅就超过了235% 当时市场对于FF91的量产充满了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 自7月18日开始 FF的股价就突然出现了暴跌 短短5个交易日 FF跌幅就超过了65% 其中7月22日FF股价还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 盘中最大跌幅达到了42.82% 实际上目前对于FF而言 任何过多的分析意义都不是很大 而交付时间就成了FF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早在2021年7月FF上市时 贾玉婷以及毕夫康就曾说过 FF91将于今年7月量产 但是随着后来FF被做工以及相关的退市风波 FF91的落地时间有所延后 直到目前FF91的交付时期依旧是一个未知之处 而当下FF内部似乎也不太平 相关信息显示 近期法拉丁未来的大股东提交了一份13D文件 要求罢免董事会主席布莱恩·克罗利基 该文件称 鉴于FFTOP的财务状况和当前不利的融资市场条件 董事会没有以应有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公平性 对待FFTOP的提议 报告人士继续督促所有董事会成员 为发行人及其所有股东的利益行使各自努力的信托责任 以确保所需的融资来保障发行人的未来 并成功交付FF91 当然8年董事会主席只是FF面临的一个问题 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量产的问题 当下FF的烧钱速度仍未减缓 根据FF财报显示 去年上市时 FF一共融得了10亿美元 到了今年一季度 其账面的现金已经不足3亿美元 财报还显示 自成立以来 FF累计亏损已经达到了30亿美元 其中2021年 FF净亏损5.17亿美元 今年一季度净亏损1.53亿美元 根据FF目前的状况推测 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FF还将处于亏损状态 那么如何保证接下来的融资就成了FF最关键的问题 对于FF而言 当下的外部环境也不如乐观 去年FF通过SPSA的方式登陆纳斯达克 但是到了今年SPSA项目就开始退潮 今年以来 华尔街多家投行已经宣布退出SPSA 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撤回交易 原因一方面是监管的日趋严格 另外一方面则是项目本质不够优质 以及部分公司丑闻的出现 今年6月通过SPSA上市的美国电动汽车 初创公司 以MAPS宣布破产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 该公司一年前才通过SPSA上市 实际上从去年FF上市开始 FF在内地的相关的造车项目就已经开始启动 其中就包括了FF和吉利的代工项目 FF91交付进展则直接关系到贾瑞婷在国内项目的推进 从而言市场留给FF的时间并不会太多 两个月大概是一个极限的期 如果此次FF91不能够顺利的交付 那么未来FF的融资计划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如果资金不能够顺利的到位 按照其目前的处境 FF大概率会被破产清算 其实贾瑞婷的信用不仅会彻底的破产 其项目也有可能会被打包出手 贾瑞婷的信用不仅会被打包出手